大家好,又是我Raj 自从Adam和我开始采用软体定义的资料中心这种方式以来 我们在公司里备受关注 将网络虚拟化 以让我们的运作方式完全改观 高阶主管也都赞誉有加 而且持续给予良好的评价 昨天我们安全团队的主管 Jesse和Adam两人共进午餐 讨论了一些构想 他想到了一些问题 然后来到我的办公室 他表示 虽然我们有强大的资料中心周边防护 但并非万无一职 他还是很担心会有威胁突破这道档线 这类威胁 有可能搭上合法的使用者存取权 偷偷穿过这道档线 一旦侵入后 就很难阻止威胁在四幅期间横向散步 基本上 万一我们的系统遭到入侵 他可不想代表公司向股东解释 遭受损失的经过和运营 Jesse一直在想 是不是有可能将微分段应用在周边防护中 但是一直想不出一个实际的运用方法 随时会尽力 移动或删除虚拟机 因此得跟上所有防火墙变更 他想要知道 我们软体定义的资料中心 是不是能实现零信任安全模式 所以我请他坐下来 请他看一下 这不像我们传统管理防火墙方式 这完全不一样 不但高度自动化 而且融合到软体定义的资料中心之内 在这里 例如我们可以布建一个web层工作负载 或是一个有PCI资料的资料库层工作负载 并强制执行适切的控制 如果虚拟机移动 原则也会跟着移动 如果我们将虚拟机删除 原则也会被删除 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个弱点 可依照动态将虚拟机的所有属性更新 并强制执行隔离控制 说到这里 他开始觉得有可能了 他说 这些听起来都很棒 但是东西像网络流量极为庞大 怎么可能在软体中做到 有什么缺点 我告诉他 从效能的观点来看 这是全新的游戏规则 防火墙保护是整合到NSX平台上 并在每个虚拟管理程式的核心内运作 我的好伙伴 你可以达到每个主机每秒20GB的总流量 而这只是在单一虚拟管理程式上 执行的所有虚拟机可达到的总流量 我们有超过100个虚拟管理程式 你自己算算看 然后Jesse的反应是 好 我懂了 虚拟网络一预设是彼此隔离的 你刚刚说的是针对多层应用程式环境的 基本续带防火墙保护对吗 但是还有这种情况 假如我们想要针对某些主要应用程式类型 运用更先进的新一代防火墙保护功能呢 我提醒他 NSX是一个平台 而不是一个竞争的防火墙产品 Palo Auto Networks和许多其他合作伙伴的技术 都已经于NSX整合 充分利用了NSX的分散式强制执行 和自动化部件这些优点 我想这时候大家的心中有补了 Jesse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真的吗 为什么没能早点认识你呢 哇 我只是想说 你刚为我们公司省下很多成本 而且光只是防火墙的部分而已 那我们可以多快将这个部署完成 我告诉他 这只是一套软体 不如就今天下午 1 小点灯